我们要讲的内容叫儿童意象 儿童知道意就是回意的意 象就是形象的象 所以今天我们要讲这样一个内容叫做儿童意象 能力的教育 能力的教育里面有几种是非常重要的 一种是什么 自学的能力 一种是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还有一种是什么 与人交流的能力 所以这是我们要知道的 靠底蕴和境界 第二个大师是为全人类服务的 你可以觉得他是带人力言 所以这个很重要 我们艺术家是不是也是代表人类最美好的一名 是不是啊 所以我们也是带人类力言 我们还说到的大师应该成为一个什么 知识的漏斗 是吧 所有的学术都从他那里汇到他那里 经过他的改变就变成了其他的东西 等等 但是大师是大师啊 我们中国有一句话叫什么 千里之行 什么 十一足下 你要当大师 你先要当小孩 明白吗 所以我们今天就来讲小孩 从小孩讲起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说叫做儿童异象 是不是 实际上那个老人和小孩有没有相通啊 有没有相通的地方 有在哪里啊 非常天真 是不是啊 那个小孩呢是还没进入社会 老人是什么 老人是反腐鬼真 所以他们非常有意思 那个社会对小孩是什么 是那个社会对小孩 我们说应该是爱抚 然后对老人是宽容 是不是啊 所以呢我们觉得 一个人只要这样来对待他们 孩子一定天真 小孩一定天真 小孩为什么天真啊 小孩为什么天真啊 就是大家对他好 明白吗 如果你大家都对他好 他就天真 大家对他坏怎么样 他就坏 是吧 有的小孩也很坏 有吗 你们小时候是不是很坏 所以啊 就这么回事啊 那么我们说 这个里面呢 就发现了一种非常有趣的东西 这种东西叫做美 就是无论是那个大人啊 小孩啊 他们那个身上 都有一种 很有趣的美感 有没有美感 我们搞舞蹈的芭蕾舞 是不是也非常美的 音乐是不是也非常美的 学艺术的艺术家 应该知道有那么几种美 非常重要的 一种美呢 叫做天性美 听说过吗 我们说你 你的天性很好 天性美 还有一种叫做自然美 自然美 那么除了这两个以后呢 我们还有一种叫古典美 我不知道你们学那个古典舞蹈的人身上 有没有古典美 有吗 古典美有吗 还有呢 我们说 一个人应该有一种叫人性美 文艺复兴时期 欧洲不是大讲那个人文主义吗 有点人性美 然后我们还说有一种美呢 叫做私性美 写诗的诗啊 所以大凡一个艺术家呢 他的身上有了 什么 天性美 自然美 古典美 人性美 私性美 那他就很美了 所有的美都叠加在一起 是不是他就非常美了 那么我们讲儿童意象里面 他这个美应该主要是什么美啊 自然美和什么 和天性美啊 自然美和天性美 那么我们说我们为什么还要去讲儿童呢 我们不是大人吗 大人为什么要学小孩呢 为什么我们要去学古代呢 为什么我们跳现代舞的艺术家 为什么要学古代历史呢 那么这个问题呢 就很有意思 为什么说很有意思啊 我们是将人类有一种写日记的习惯 有吗 我们写日记干嘛 写日记就是把以前的那些事情呢 就是把它录下来 录下来以后我们干什么 我们可以回一回 实际上我们必须说啊 想小时候的事情是很开心的 我建议同学们啊 每天至少都花一刻钟 去想你小时候的事情 你们会养成这种习惯吗 不会 忙得要命 考试怎么办 学位怎么办 论文怎么办 买东西怎么办 吃饭怎么办 都太重要啊 都不重要 每个人如果有一天 有15分钟 是会让他小时候的事情 找找他的儿童印象 再花15分钟 去亲亲亲亲大自然 我觉得这样的艺术家 一定心生健康 一定能够保持住他的天性美 还有什么 自然美啊 实际上很有趣啊 古代是很有意思的一个 一个情况 我们说那个古代的时候 我们不是讲过吗 古代证明是一张白纸 它可以写什么 一张白纸可以写什么 最好最美的什么 图画 我们上一节课好像 也讲了这个故事 说小时候的时候 中秋节来了 是吧 中秋节来了我们怎样 我们就一边看着月亮 一边就看着什么 一边就吃着月饼 然后父母就对我们说什么 说里面有一个嫦娥啊 有个无缸啊 无缸会酿吃最好的桂花酒啊 是不这样 然后我们就听进去了 我们一旦听进去以后 我们非常开心 然后我们就相信了 这个东西就刻在你的心里了 然后你去考大学了 正好考月亮是什么 你就开始说什么 说月亮是一个没有人 没有什么的 没有水的地方 是一个地球卫星 距离我们三十八万五千公里 是不是这么说 然后你心里就有 一个就是什么 做对人生做第一次背叛 是不是 第一次背叛以后 就永远被背叛下去了 是吧 然后就不断的背叛 这个就是说 人的心灵里面有两层意识 一层叫做潜意识 潜意识心里还得相信 那个月亮上有什么 月亮上有肠儿 有五刚 对吧 还有一个就是平时的一套意识 叫社会价值 社会价值里说 那个里面有没有人啊 没有人 对吧 这就是人生的背叛 这种儿童的意象呢 我们如果说 作为一个文明来说呢 它实际上一个文明 有没有它的儿童意象 一个文明有没有它的潜意识 文明也有它的潜意识 文明也心里有一些 很重要的东西 它是认可的 这就是它的风俗习惯 是不是 我们给它起一个好听一点的名字 这个名字叫做国民性 国民性是什么 就是一个民族的特性 一个民族的个性 一个民族的思维方式 国民性一般来说呢 有五个要点 第一呢 是一个民族的价值观念 一个民族的价值观念 一个呢 是一个民族的文化表象 文化表象 经常能看出什么东西来的 你比如说 中国的文化表象是什么 中国的民族音乐 书法 中医 这些都是文化的旗帜 还有一个呢 就是它的思维方式 大部分人 都是这么想问题的 大部分人都是这样思考问题的 这叫人的思考方式 还有一个社会伦理 社会伦理涉及到道德啊 评判啊 什么叫好啊 什么叫坏啊 还有一个要点呢 是它的宗教传统 宗教传统 你是姓佛教的啊 你是姓道教的啊等等 这些东西呢 实际上就是国民性 国民性这些东西呢 平常平常呢 你是不太知道的 你不觉得的 因为你生活在某种文明 你是不觉得的 但是一旦出现问题了 有的时候这个内在的那种性格就起决定作用 是不是啊 我们为什么要说国民性这个问题呢 因为国民性是当今世界历史研究的皇冠 或者皇冠上的什么 皇冠上的 镶嵌在皇冠上的什么东西啊 镶嵌在皇冠上的砖石啊 那么这样一个东西 为什么重要呢 因为它呢 会决定一个民族的 它的那个生活的方式和行为的方式 我们举几个例子来说国民性的问题 你比如说 那个英国啊 英国呢 它在有一段的时间 我们把它叫做大英帝国 它有很多殖民地 是吧 有很多殖民地呢 我听人说啊 它里面有很多皇宫的贵族啊 部落酋长 经常反叛 经常反叛 为什么经常反叛 因为英国的那一套传统 和部落的传统太不一样了 这就具有文明的冲突 是吧 具有文明的冲突 老是争扎不了 老是反叛 然后呢 英国政府就说 没问题啊 我们去研究研究 我们现在也会啊 这个问题解决不了 我们先什么 先研究研究 是不是啊 研究怎么研究呢 就派一大批人类学家 到那些部落里面去 去进行调查研究 那么那些人类学家 特别高兴 国家给钱 那我们去调查部落 然后他就去啊 英国政府交给他们 一个任务 你们去研究研究 我们怎么对付 那些部落求战 他们为什么要反叛 但是那些人类学家呢 根本不听政府的 拿了钱就干自己的事 对吧 你们是不是也是这样的 申请课题的时候 先申请 等到钱拿来了 说不定 你们就干自己的事 是不是啊 所以人类家很开心啊 他们就去研究了 跑到那边研究 写了很多书啊 一个个部落研究过来 这个部落怎么样 那个部落怎么样 写了很多很多 重要著作回来 就是没有为英国政府 什么 出谋划策 说我们应该 怎么对付他们 对吧 英国政府很高兴 好好地表彰他们 说你们真伟大 写了那么多的书啊 然后就把他们的 所有的写的东西 交到一个 由政府所控制的 在研究机构 这个机构呢 是由政府控制的 直属政府的 不是那些人类学家 政府呢 那个控制的 在研究机构呢 就对他们的研究 进行再研究 研究以后发现 一个很简单的东西 告诉说啊 你们知道吗 所有的学者 都研究出来 有一点是共同的 就是那个 所有的部落囚长 他们是世袭的 你们知道世袭吗 知道世袭的 然后建英国政府 说你们赶快啊 去把那些部落囚长的小孩 把他们全部接到伦敦来 让他们读最好的书 讲最好的BTC英语 看最美的芭蕾舞 把他们培养成 最上流社会的盛世 然后你等到他们训练好了以后 再把他们派到 派回到部落里面去 让他们去当囚长 好不好 然后就这么做了 然后那些部落囚长 一旦回去以后 每天就在想 伦敦的芭蕾舞多么美啊 西餐做好吃啊 这是不是就解决了一个什么 文明的冲突问题 以后再也不造访了 就在那边好好了 就用一个问题 什么解决了一个什么 文明的冲突问题 你看这个重要不重要 很重要啊 还有呢 就是有个人类学家 他叫Bernetique Bernetique是个女性的人类学家 那个时候美国和日本战后以后呢 美国也很要对付 怎么对付战后的日本 就叫那个Bernetique 去写一本书 研究美国战后 怎么处理日本问题 怎么对付日本 然后Bernetique也拿了这本书 就去写了一本 研究日本人国民性的书 美国政府也很高兴啊 就把它去再研究一下 再研究一下 得出一个天王这个制度 但是不能取消 我也听人说到 不能取消 尤其不能由美国人去取消 明白吗 然后呢就这么去做了 这就说明什么 说明你对那个国民性的理解呢 是非常重要的 那么国民性是什么呢 国民性就是刚才所说的 一个民族里面的百分之七八十的人 所信奉的观念 所相信的价值 所共有的思维方式 所共有的行为方式 等等等等 这个东西应该说就是一个民族的潜意识 一个民族的潜意识之所以这么重要呢 因为他会决定于他的行为方式 明白吗 你比如说 你知道每个国家的 每个民族的人的思维方式 行为方式不太一样的 是不是 你如果去和希腊人 那个搞外交 希腊人是很善于争论的 是不是 他们会和你争论哲学问题 他们很好客 也很乐情 非常开心 就是你越好的时间 他会不来 他会迟到 他没时间干你 然后你就不要太紧张 他就这样的 比如说 他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一个首相 他要来中国访问了 然后中国就紧张了 就开始 大家准备 大家都准备好 等着他来 一个月前就忙起来了 然后那个元首突然之间打个电话 我不来了 那我不想来了 那中国就为什么呢 我出什么事了呢 怎么可以不来了呢 实际上根本就没关系 他就是这样的 希腊民族几千年得这样的 知道了吗 但是如果是换在德国人 德国人本来说要来的 然后他突然说不来了 那就要出大问题了 明白吗 民族的思维方式是不一样的 然后你还可以说 那个俄罗斯人 他是也有一种反思精神 他的反思主要是宗教的反思 文学的反思 他这种反思和德国人的科学的反思 哲学的反思不太一样 是不是 所以我们知道 假如你去和德国人搞经济贸易 那么德国人那个经济贸易 挺有趣的 他的价格比较贵 但是他的责量比较好 是吧 你去和德国和法国人打交道 法国人说我的东西是特别特别好 但是很可能到时候 那个他那个慢慢来了以后 里面还有很多问题没解决呢 对吧 所以呢我们要了解每个民族的性格 我们一定要了解每个民族的性格 然后你一旦了解了他们的性格以后呢 对于我们的艺术交流 文化交流 经济贸易 乃至于对于国民性 对于国家安全 都是非常重要的 因为你如果对各个国家的国民性的了路之长 那么你就知道 如果我们发生一些什么事件 比如说金融海啸这样的事情 一旦发现什么大事 那么你就会知道日本人会做什么反应 俄国人会做什么反应 德国人会做什么反应 美国人会做什么 你不管什么事情一来了 你就可以预测 而且这个预测的准确率是非常重要的 从我们刚才的所说的那个里面呢 我们还要说一点 那么国民性是怎么形成的呢 国民性的形成啊 恰恰是在古代 不是在现代 国民性的形成是在原始社会 一直到古代中世纪的那一块 现代当然有点改变 有点变化 但主要它的形成呢 是在古代 在远古 我们说人类有文字的历史啊 不过是六千多年 是吧 五六千年 但是人类的原始社会 据说有三百万年 是不是啊 所以这是不成比例的 所以人的六千年和三百多万年来比 人的很多习惯啊 都是在人类的小时候形成的 是吧 所以我们说 我们人虽然长大了 每天也有变化 但是你的一些基本的思维方式 价值观念 行为方式 遇到问题 都是小时候决定的 都是你的潜意识决定的 因为表面上是说 月亮上是没人的 但是你潜意识强烈的说 月亮里至少有两个人 一个是无纲 一个是嫦娥 对吧 所以一次是这个东西怎么来的 就是小时候 所以我们研究世界古代史 研究古代的历史 寻找人的天性 恰恰是来寻找你 人性当中的最最重要的东西 是不是啊 所以我们已经讲了一些故事 说明那个研究人类的童年 是非常重要的 那么和人类的童年相关的呢 就是有一个芭蕾舞的艺术 我们说芭蕾舞是不是儿童的艺术 芭蕾舞很多的题材 都是取决于童话 它是一种现实的艺术 又是一种灵魂的艺术 芭蕾舞的那个美啊 首先就是刻在什么 刻在光怪陆离的童话里的 所以当那个芭蕾艺术家 一表演就帮你带入 那个带人魔力的 画景象征世界当中 是不是这样 在这个世界里呢 你就看到了很多很多 形形色的故事 什么穗美人啊 是吧 还有什么 还有那个天鹅服啊 天鹅啊 红武蕾啊 那红武蕾当然是 当然是现代的 但总之呢 它是一种童话 那么这样一种图话呢 很多是取材于什么 希腊历史 是不是啊 取材于希腊历史 它深深的那个刻在 希腊的神话故事上 当然它也是 后来有后来的那个历史 比如说 它也在法国宫廷 在俄罗斯宫廷中进行漂泊 它也有19世纪浪漫主义的烙印 还受到现在思潮的影响 现代舞的影响等等 所以呢 我们看到 那个芭蕾舞这种历史呢 它呢是越走越复杂 但是当一个人一样 越来越复杂的时候 他内心渴望的却是什么 越来越简单 是不是啊 所以呢 我们并不是说 一个人希望复杂下去 有的时候 一个事情 比方说在自然科学里做实验 做实验 当你那个做实验的时候 你是不是这么觉得 假如你要取得什么目的 你那个实验做五步 一定不如做四步解决问题的人聪明 是不是啊 实验设计用好几个步骤 有个人要用十几步才证明什么东西 但是他用五六步 五六个步骤 就解决问题 那就是他最聪明 是不是啊 所以有的时候最简单的也是最好的 MING PAO TORONTO MING PAO TORONTO MING PAO TORONTO